出轨离婚姐弟恋高龄产子,却终于渣男,揭秘伊能静坎坷爱情故事。 近期,随住亲子行综艺节目的热播,高龄妈妈伊能静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,这次公众对于她不再是出轨的唾弃,或者小公主性格的鄙视,而是打心底里的心疼。 伊能静,1969年3月4日出生于台湾台北,中国台湾歌手、演员。 年少时父母离异,因为母亲改嫁给一个日本人的关系而改名伊能静江,一名伊能静。 对于父女关系尤为敏感的伊能静来说,能一直依靠的从来不是爸爸,缺少父亲的爱的伊能静,后来的感情生活也是尤为坎坷,经历了出轨、离婚、轰动姐弟恋、高龄产子,当大众都以为她找到人生幸福的时候,一档综艺节目揭开了她背后的心酸。 1. 宇成庆 宇成庆,1961年7月28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大同区,中国台湾男歌手、音乐人、主持人、演员,是台湾地区一位非常成功的歌手。 2. 两千年,宇成庆宇一能静登记结婚。 2. 婚后第九年,二人离婚,两人劳艳分飞为,为伊临九年婚姻画上句号。 3. 婚前婚后,两人有住22年的感情,可这种感情在前妻不但不为大众所知,更是不被与成庆的父母所接受。 3. 因为男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,与女方家境差距过大,一直被反对的恋情让伊能静吃尽了苦头。 4. 甚至二人结婚都只能是偷偷地结,很少几位亲朋到场。 5. 长久以来,备受婆婆看不起,也就是这份让她受尽委屈的经历,最终二人走向了离音。 5. 虽然这段婚姻的结束并不是那么光彩,却不能否认二人真的爱过,春年里牵你的手,你却哭红了眼睛让人感动。 6. 这段坎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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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8年11月11日,婚内的伊能静和黄维德被媒体拍到实质紧扣,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牵手门,这也是离婚的导火索。 当时的黄维德也有女友,她们对外宣称是炒作,可是这种对双方名誉损害极大的炒作想想也非常不可能。 还有新闻传出,伊能静在与黄维德在一起时,常常被她爆打,以致身上时常有伤痕。 未必空穴来风,对待牵手门事件出来时,一副受害者形象出现了黄维德,迅速撇清关系,想必伊能静的心理也是非常失望的。 3,秦浩。 秦浩,1979年5月20日出生,演员,2000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。 作为演员的秦浩并没有什么知名的影视作品,可能最让大家知晓的还是那段相差十岁的姐弟恋。 两人爱得高调,携手走上红地毯,也让这段恋情为大众所知。 2015月3月,伊能静与其男友秦浩正式晚婚,二人在海外举行浪漫的婚礼。 并在当时47岁的高龄时为秦浩产下一子取名为小米莉,她说之所以如此高龄还是想要生孩子是因为,我很爱秦先生,我希望他有孩子。 她的幸福常出现在微博,照片,可是行动遮掩不了。 在亲子综艺节目上,我们才知道原来秦浩的性格是一个小孩,不懂得与孩子亲近,并不会照顾孩子,活生生一个甩手掌柜,并且二人结婚以来,男方坚持住内地,女方住台湾,据少离多感情又难免生出间隙。 在节目中,秦浩的说话一股值难挨,对依能静的关心也少值又少。 依能静在这段感情中付出了很多,本身知名度,挣钱能力也远远胜于秦浩,这样的感情也是看长去幸福,实际上冷暖自知啊,还是祝福他能找到幸福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